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入使用三年的建设工程仍未验收 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有一个叫原太阳市藏目商务管理中心 人家全面负责安全质量 一岁幼女 医院受伤 谁之责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三十岁的小贾和他的丈夫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对这个女儿夫妻俩那是倍加疼爱啊 尤其小贾这个做妈妈的 那对待女儿那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然而就在一次意外之后 小贾却从此在生活当中多了对女儿的一份自责 2021年5月8号这天 小贾带着生病的女儿来到蔡元市妇幼保健院长丰院区就诊 原本看病的过程还是挺顺利的 可无料就诊刚刚结束 意外却发生了 我带着孩子看完病之后 路过这个台阶 要往大门口走 然后这个台阶上的石板就突然坠落 意外发生地是位于这家医院前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行人入口处 而那块意外脱落的石板则是在第二节台阶 小贾告诉我们 当时意外脱落的石板瞬间砸到了年仅一岁半的女儿手上 当下就血流不止 一开始我都有点懵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特别意外 然后看到孩子当时指头被砸伤 他就哭得很凶 然后因为当时我也很心疼 我就跟着哭 突然发生的意外 让年轻的小贾着实慌了神 缓了片刻 小贾赶紧抱起女儿转身冲进了医院 就整个血都已经把指甲盖全部覆盖了 里面的肉基本上都是清晰可见的 当时医生诊断主要就是拇指有轻微的骨折 然后就是甲床有淤血 小贾说 在明确女儿的伤情之后 该医院的医生立即给孩子拔除了部分的指甲 之后对伤口进行了缝合 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一份长达三个多月的治疗方案 如今虽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一年了 但回想起当时那个令孩子痛苦的场景 小贾还是感到揪心的疼 我们小孩现在在过了几年度了 不仅舍弃上带着重大的领导 你创伤 关键是行李上带着重大创伤 现在睡觉的这一晚上一晚上梦的都是他们 都得不得睡 这一年以来 为了让孩子尽快走出阴影 小贾一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在给孩子做治疗的同时 四处寻医 给孩子做心理治疗 小贾的公共说 期间他们损失的除了金钱 更多的是付出了精力和时间 那么如今看上去蛮好的台阶 在一年之前 他怎么就突然脱落了呢 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孩子走到这边扶了一下这个台阶 当时一直脚在地上 一直脚在第一个台阶上 他当时的样子是没有这么严丝合缝 但是这个石板当时是 就是像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是已经一个完工的工程 我觉得大人去搬 也不一定能搬动这个石板 更何况一个18岁领的小孩呢 小贾强调 事发时 女儿的体重还不足20斤 要说她 能把一块台阶上粘好的石板搬下来 说给谁听都会觉得是无稽之谈 于是事后 他们一家人反复前往事发地查看 一致认为 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 很可能是工程质量有问题 从外面看的话是看不出来 它这个是有工程质量问题的 但它掉起来之后 我们发现里面都是空心的 而且就是我们后期在带孩子过来治疗的过程中 发现过去很久的 它这边都没有一个安全提示牌 小贾告诉我们 事发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了 期间 他们一家人数次找院方反映此事 可至今都没有得到一个让他们满意的解释 我们陆陆续续找过很多次 但是院方的态度就是比较推为扯皮的 虽然说是这件事情 他们在医院的运行管理中 对于日常安全本身是没有尽到责的 但是他们让我们去找工程方 那么 院方口中的工程方是谁 对于此事 院方又是什么态度呢 随后 我们的记者 见到了该院急剑科科长陆芳荣 再次面对小贾一家 陆科长直言 意外发生究竟是谁的责任 这个问题早已明确 有没有事发时的监控呢 没有监控 监控早就过了 这是无探时间 当时事发后你没有没有看过监控 不需要监控 完全可以就是说 这就是质量工的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质疑 确实是你好好的 你应该挂着墙上的东西 你掉到地下来 应该追这些东西水平呢 按照陆科长的解释 导致意外发生的原因 很早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既然如此 为何小家女儿遭遇意外一事 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呢 我们这个工程是一个待建工程 有一个叫原太原市常务商务管理中心 人家全面负责我们现场管理 全面负责安全质量 它这个是什么性质的一个单子 它是住建员住建局下属的一个待建 随后 陆科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建设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我们看到 该协议的甲方是太原市富幼保健院 乙方是太原市长丰商务区管理中心 项目建设内容是 以2018年2月12号为工程建设时间界限 之后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土建 安装 装修 试证配套等工程项目 陆科长说 医院的建设工程质量 是太原市长丰商务区管理中心负责把关的 那么 对于院方的说法 乙方会作何回应呢 作为公共场所 医院又是如何保障前来就诊的患者 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呢 院方称 意外发生后一直在积极处理 戴建方也称愿意配合 可纠纷为何迟迟未解决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问题是出了 出了的责任肯定是逃不了 工程未验收 已投入使用 住建部门却称他们管不了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人家觉得能使用 人家觉得人家就是一使用 你害怕 一岁幼女 医院受伤 谁之责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医院负责基建的陆科长说 院方认为 工程代建方应当承担本次意外的主要责任 而在事发后的这一年时间里 院方也一直在积极想办法 帮助家属和代建方协调处理此事 但却一直存在困难 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我们一直继续主动地去跟他们去协调 而且我给他们也去过 专门的正规的途径去过函 就是说这个事情 由于质量出了问题 你们又是负责管理 你们应该给人家一个解释 解决的一个办法 给一个结果 那他们是什么态度 那他们也没有给出处理意见 哎 处理意见 陆科长说 就是因为项目乙方 也就是太原市长丰商务区管理中心 始终不配合 所以小贾女儿意外受伤的事情 才拖到了今天 听到这儿 小贾的丈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长丰商务区中心 我们做的多百姓 我们不能找到他 我们只能找到你 我在你们医院说的事 你们医院既有管理责任 对吧 也有这个处理的责任 主任的目前的话 你们院方是个什么态度 就是对于这件事情 你们认为你们有没有什么过失和责任 我们肯定是直接配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每次来的时候 我就要给他们打电话来协调 因为具体的 你工程司工方和具体的负责管理的工程 你不需要到场 我们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 陆科长多次强调 院方在此次意外事件中 主要负责商者家属和代建方的协调工作 对此小贾一家提出质疑 意外毕竟发生在医院 难道医院只需要承担协调责任吗 那么 结合陆科长提供的材料 以及他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医院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 所谓的建设项目 委托管理协议 其实是医院选择专业的项目管理的单位 对于这个工程项目 进行投资管理组织实施工作 项目建成之后交付医院使用 这种情况下 代建合同其实是 代建方提供满足合同要求的一种管理服务 它本质上是一种咨询管理类的合同 此时呢 因为工程质量问题导致第三人受伤了 首先 医院方作为这个医院的场所经营者 管理者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向伤者进行赔偿 承担侵权责任 再者呢 代建方他对工程的质量没有管理到位 也应当向医院方去承担 代建合同所约定的违约责任 律师认为 这起意外事件 主要涉及到的是三方责任关系 既然事发地是在医院 那么小甲一家 有权向医院方追究侵权责任 而医院方 有权向工程建设方 提出承担违约责任的肃请 明确了几方责任之后 小甲的公共蓝师傅 也向陆科长说明了 他们一家的态度 不仅仅是神奇事 他也是行业 写生当中一个与痛 带着写生当中的原因 不仅仅的话 怎么接下来 你们派上两个代表 我能不能再上一晚上 再上一晚上 看是什么情况 你说我们心里边的这个痛苦 跟创造有多大 我们要的有多大 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个工程当中 没有说是多少钱不多少钱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 给我处理一家 处理建设的 蓝师傅说 这一年来 他们一家之所以坚持维权 目的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希望建筑工程责任方 能够真正重视起 工程质量和安全问题 杜绝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 蓝师傅向陆科长明确表态 他们一家之所以追究 此次意外发生的责任 是因为他们深深体会到了一场意外 对孩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以及对他们家庭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因此他们真心希望 院方以及参与医院项目建设的单位 能够对工程质量 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引起重视 避免意外再次发生 记者了解到 太原市长丰商务区管理中心 经过改制 现在已经更名成了 太原市焚合景区管理委员会 那么他们作为医院工程项目的负责方 对于此事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随后记者见到了 太原市焚合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田志诚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你说它是偶然的还是别人的 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问题是出了 出了的责任肯定是逃不了 对吧 至于这个砖怎么掉下来的 咱也不太清楚 它肯定是掉下来的 肯定是质量有问题 对于小家女儿遭遇意外一事 田科长承认 事情确实如院方所说的那样 是由于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才导致发生的 那么这样的工程 是如何顺利交付院方使用的呢 又是如何通过工程竣工验收的呢 那当时工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当时就是说我们已经都做完了 但是就是还没有完成这个验收 他们使用上 那算是这种没有验收的工程 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吗 那它这个说 这都是不好说 建筑法第61条规定 建筑工程竣工 经验收后方可交付使用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 然而记者了解到 太原市富幼保健院长丰院区 早在2019年11月份 就已经投入使用了 那么对于此事 太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作为当年的上级主管单位 又是否清楚呢 随后我们的记者也就此事 前往太原市住建局进行了了解 记者了解到 就是因为医院建筑工程 在尚未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 所以在意外发生之后 医院和待见方才会在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随后在记者的协调下 涉事几方都明确了各自责任 太原市坟河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也主动向小贾一家表了态 您刚才对我们的一些要求 我们也听懂了 实际上您不是对这个费用上 你一开始也没纠结过 跟我咱们聊过几回也没纠结过 我们作为待见方 也始终没有说是 我们没有责任 对吧 我是觉得是 我们各方都有责任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不可能说是 今天你碰到了别人就碰不到 也可能会碰到 我们会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把这个工程质量首先给它搞好 在节目播出之前 小贾一家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目前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太原市坟河管理委员会 以及施工方均认识到了各自的问题 并且在处理意见书上签字盖章了 注明了导致本次意外发生的直接原因 是医院建筑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另外三方协商之后提出 愿意共同承担5000元的经济赔偿 对此小贾一家并没有接受赔偿 只是接受了书面道歉 最终几方也达成了和解